上海封城一个多月以来 很多名人为了自由逃离上海 只是很多人都选择低调行事 所以吃瓜群众知道脚底抹油 RUN的名人并不多 但是安理技术副总裁贾阳青 有点独特 竟然在4月14日高调通过脸书 发出逃离上海到达美国的英文文章 这是欺负国内网友上不了脸书 还是觉得他们根本看不懂英文 问题是小作文写的还让人有一种 他终于逃出地狱的感觉 让上海网友情何以堪 不出所料 在如此特殊敏感时刻 很快奥利高层从上海到美国的消息 就引发大家关注和热议 贾阳青不得不在自己的朋友圈进行澄清 只是前后矛盾的叙述 让自己看起来更像是一名小丑 第二个被爆出已经逃离上海的是演员李庆 源自于海口市民的投诉电话 标题是关于咨询艺人李庆 从知名疫区来穷防疫安排的问题 看样子现在全国民众已经谈上海而色变 5月2日官方进行回应 关于梦中的那片海女住院李庆 从上海来穷拍戏实行的是7加7管控措施 李庆在28日就已经完成了7天隔离 目前正在健康监测阶段 近期辖区工作人员也上门进行了核查 核查期间没有发现李庆有出门的情况 为了工作李库也没有违反防疫规定 吃瓜群众也就迅速散场 到了5月6日一大早 知名男演员彭宇艳又登上了热搜榜单 原来彭宇艳5日连夜离开了上海 在这之前就有网友爆料 彭宇艳所在的社区已经门下来溜弯和散步 不少网友在网上赛出自己偶遇彭宇艳的照片 这一个多月的封城生活让彭宇艳也折腾得够呛 彭宗爆炸的发型一看就是好长时间没找托尼老师了 尤其这背影油腻的发型搭配宽厚的背影 没人告诉你的话应该没人能认出这是大明星 对于这次彭宇艳离开上海 许多网友表示理解 当然也有酸酸的留言 质疑难道明星就有特殊待遇吗 接着有粉丝还发布与彭宇艳的私人聊天记录 聊天中彭宇艳表示去香港工作要开工了 并且自嘲自己只是换了一个地方隔离 彭宇艳自己也在IG上带出香港的维多利亚港风景 和戴上香港居家隔离的手环照片 说到彭宇艳那乱糟糟的发型 在蓝说下上个月还在自己豪宅楼下做核酸的刘嘉玲 5月12日却已经移动回香港 还上传了一张和香港知名发型师Kim Robinson的合影 要知道让他打了一次头发至少要6000元港币 这样看来为了自己形象的完美 就是刘嘉玲逃离上海的理由呢 这两天还被爆出一位网红博主 来自德国的中国女婿阿福托马斯回到了德国 阿福是一名自媒体博主 频道主要记录自己在上海的幸福生活 到达德国后就在IG和微博赛出 离开德国的第854天 回来给爸爸过70岁生日的博文 网友们在留言处可是热闹非凡 有讽刺他乱的 有认为他能和父母团聚不容易 留言有时候还真是比博文有趣得多 好啦 估计之前或者之后都会有其他名人已经离户 或者即将离户 能理解说酸酸话的网友 毕竟被关在家中快50天了 看到名人可以离开上海谁不羡慕呀 只是大家都用平常心来看待他们的离户行为吧 毕竟换作谁 如果有机会 估计都想着能自由翱翔去呢